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今年首度跨足的艺文领域 为前理事长郭华林举办了油画展 并且结合了公益把化作艺麦所得捐作慈善基金 8月28号画展闭幕前夕 妇女成长关怀协会捐出10万块钱给花莲散布中心 为这一场结合了成长与公益关怀的活动 能够画下圆满句点 成立9年的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今年突破性的跨足艺文推广领域 为前理事长郭华林筹办了油画成果展 而在化展期间接获到华联山目中心营运需求 画者也决定提拨画作来爱心意卖 将款项全数捐给妇女成长关怀协会来做公益运用 他就决定在提拨部分的这个画作来意卖 那款数全部捐给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而且也特别说那就优先提拨部分 由协会来运用 希望能够支持跟协助善目中心 那已经进入这个尾声了 展出的这个闭幕的前一天 那我们特别也把这个提拨的款项 就是捐款10万元给善目中心 那其实我们在开展的初期 就已经先捐2万元给善目 所以两笔的款项加起来是12万元 提供给山目中心作为营运以及关怀受报妇女 跟一些安置少女还有社区家庭的这个营运的支出 从画展开幕初期就获得2万元的捐款 画展结束之前再获得10万元的捐款 华联山目中心表示非常感谢 很谢谢华联县的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在这个阶段在疫情的阶段 其实常常关心我们 那我们在妇女的部分 她们的就业 其实也是遇到遭遇的困难 那他们知道之后 就是透过这次的画展 就帮我们做一些券目的部分 我们会将所得的10万元 投注在妇女的就业力 然后帮她买烤箱 帮助她们能够持续的 获得她们经济上的收入 非常感谢她们 画展闭幕之前 举办这场捐赠仪式 让画者郭华林相当感动 也让妇女成长关怀协会的会员们 又完成一项突破性的任务 落实了协会设立时 成长关怀与公益的初衷 介络会欢市报道